弟弟不好了不好了 姐怎么了你慢慢说 姜妈不小心摔倒了现在在医院呢 我们得赶快去一趟啊 那姐咱们得赶紧去啊 哎 不行姐我得跟我们主管说一声 要不然他会算我矿工的 那快去警驾 好好快走 郭主管郭主管 我妈干活的时候摔倒了 我想跟您请个假 我们想去医院看一下他 你妈摔倒了 大门就不用看了吗 你的稿就不用站了吗 我让杨叔给我踢个班行不行 踢班 踢班也不行 什么时候下班 什么时候你给我走 哎 我说你这个主管怎么这么不讲理啊 不讲理 我这个人呀 对公司分明了 你活没干完就想走 公司不允许 再说了 你妈出不出事 跟我有什么关系呀 你 你 喂 喂 对对对我是我是 好好好 我马上过去 特别 医院来电话了 让我马上过去呢 怎么办 郭主管 我的工资今天 我不要了行不行 行 你走吧 我告诉你 走了 你就不要再回来了 那我弟他不干了 你把工资借给他 行 三百块 一分不少 给你 公主管 这不对呀 不是说好一个月四千吗 我说 你跟我都干了一个多月了 学了多少东西呀 你孝敬我点 那不是应该的吗 什么 我孝敬你 之前 你也不是这么说的呀 你太过分了吧 之前是之前 现在能一样吗 你现在给我撂下坎子走人了 大门谁看呀 我不再找个零食工吗 现在零食工我会 你 你 喂 好好好 马上过去 弟 这可怎么办呀 没事了吧 没事 我可走了 谁说没事的 任总 您怎么来了呀 您就是老板 能不能把我弟弟的工资给结了 姑娘 你先不要着急 我觉得 国主管他说的对 国主管心心苦苦的 教你弟工作 你弟不就给国主管 交给学费吗 老板 您说的对 您真是个明白人 你们 你们也太过分了吧 不过分 一点都不过分 国主管 你跟着我也快有两年了吧 你把学费交一下吧 不多 就交八万吧 啊 任总 我 我也要交学费呀 那当然了 任总 我这都比脸还干净了 我我知道错了 你就原谅我吧 没钱啊 那太好办了 你从人家工资里面扣 那我也从你股子里面扣吧 别啊 任总 刚才的事情我都看到了 人家家里母亲生病住院了 你竟然不给他们批价 看你长得人模狗样的 原来你是这么狼心狗肺 任总 我刚才是跟他们开玩笑的 好笑吗 任总 我知道错了 我我以后再也不敢了 我现在就把工资发给他们 世界上正因为有你这样的人 才搞得鸡犬不理 我的公司 不许有你这样的人 不 姑娘 我这里呢 有两万块钱 你们要别能用的啥 来拿着 这太多了 我不能要 都是我怀里的不够好 让你们点地点 送给去了 这家钱啊 就到公司 给你们走不长了 拿着吧 谢谢老板 谢谢 不用谢 赶快去医院 给你母亲看病吧 哎哎 小妹妹夫 在家呢 哥 嫂子 你们怎么来了 快进屋 好 我们就不进屋了 这次来呀 这跟你少聊一下事啊 什么事呀哥 是这样的小妹 咱们老家呀 房子拆迁了 分了两套房子呢 嫂子 这事 我知道 咱妈跟我说了 小妹 我怎么看你 不太高兴呢 不会啊哥 我哥分了两套房子 我这高兴 还来不及呢 那咱妈 给你分了什么呀 咱妈 给了我十万块钱 这不 你们的新房子 就快要下来了嘛 妈知道 大老 她是干装修的 所以 让我们给你们 装修一下新房子 我没问你这个 我是问你 咱妈 给你分了些什么呀 咱妈说了 这嫁出去的女儿 就像泼出去的水 不让我和你争 那这十万块钱 也不够装修两套房子呀 是不是 哥 这我家的情况 你们也都知道 这你妹夫 她一年到头来 也挣不了几个钱 所以这手里面 也没有多少积蓄 小妹 我这张卡里 有二十万 来 你拿着 把你这套房子 也装修装修 哥 我们这老房子 还能住 不用装修 这卡 还给你 小妹 你哥说的呀 不是你们这套房子 这城里那套新房子 啊 我们在城里 哪有新房子呀 小妹 这不是咱家裁切 封了两套房子吗 你看 这房子还在我都带来了 名字都写好了 拿着 哥 这不行呀 妈都说了 不让我和你争 既然这套房子呀 分给了我们 我们呀 就想给谁给谁 这套房子你拿着吧 这个 真的不行 还给你们 妈你拿着 你就拿着 咱们呢 你不用管 我来说就行了 你也知道 咱妈 从小就重男轻女 有什么好吃的 都紧着我吃 有什么装好类话 都让你干 从你少初中的时候 你就出去打工 时不时的 还往家里寄钱 怎么 现在咱们生活好起来了 怎么还把自己当味道了 别让你拿着 你就拿着 听话 走 哥 嫂子 我们回家 我给你们做好吃的去 好 走 因为我们是一家人 相亲相爱的一家人 永远还能相亲 哎老板你这是 小姐 这你就别管了 以后你就知道了 咱们走吧 哎 你是哪一面吃的 对呀 你什么学的 我博士 我还说是 哟 这么豪华的公司 怎么卫生这么差呀 就是臭死了 嗯 什么素质 你们好 你们也是来面试的吗 什么味啊 哎呀 你出来面试都不到洗洗脚吗 就是我这么远都闻到了 我告诉你这都拉眼睛而已 不好意思啊 你瞅瞅你 这穿的是什么玩意啊 不知道他还以为你是小学生呢 就是 就你这样能面试上啊 我都道理起头 小伙子你过来一下 这谁呀 不知道 小伙子 我刚才听他们说 你有脚臭 这是我一直在使用的 鞋挖粗粗棚物剂 你快去试试吧 好香啊老板 这是什么啊 这个是鞋挖除臭喷雾 它里面还有除臭活性银离子 可以快速分解鞋子里的异味 像我们老板也有脚臭 每次出门都会喷一下 特别的干爽 再也不用担心脚臭带来的尴尬了 就是 喷完以后脚冰冰凉凉的 特别干爽 那当然了 每次喷完它 能干爽一整天呢 特别的好用 这么好的东西 贵不贵啊 从哪可以买到呢 平时确实很贵 但是商家正在搞活动 只要现在 点击视频左下方下单 一瓶只要七块九 三瓶只要十九块九 买五瓶更划算 只要二十九块九 平时喷在鞋柜里 还可以达到除臭一均的效果呢 这么好的东西 我一定得多吐一些 我的脚这么臭 一定少不了 开始面试 我先来我先来 你举什么举啊 我不举你也没机会 我是博士 我说是 停停停 这里是面试 不是菜市场 什么硕士 什么博士 偷偷出去 凭什么 你会让我出去 我就出去啊 就是凭什么呀 凭什么 我们公司招人了 主要看人品 虽然两位学历很高 但是人品太差 拿着你们的简历出去 走就走 有什么了不起的呀 去 我们还不欺恨呢 哎小伙子 你等一下 你不是来面试的吗 把你的简历来给我看一下 可是我只是一个普通大学毕业的 学历固然都有 但是人品它值千金 刚才在楼下的所作所为 我都看在眼里 恭喜你 你被录取了 真的吗老板 谢谢你 谢谢 明天早上八点 别迟到啊 好的老板 我拥抱着爱 当从梦中醒来 你执着的等待 却不曾离开 舍不得分开 say me 对 谢谢大家